他是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国家 作为江子牙的后人 齐国为什么没能一统天下 齐国与秦国之间的实力究竟差在哪里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口气看懂 齐国的崛起和陨落 自公元前1046年 江子牙封国剑邦开始 到公元前221年 齐王剑向秦王政投降为止 齐国共经历了40位君主 约825年历史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从齐国的第一任君主 江子牙的故事开始讲起 江子牙一座江上 因其先祖曾辅佐夏宇 治理水土立有大功 顺宇时期被封在履地 因为以其封地之名为姓 所以又称履上 公元前1046年 周灭伤以后 周武王为了牢牢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 采用分封亲戚 以翻平州的政策 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 分封各地 建立诸侯国 吕尚作为西州的首席智囊 又是武王的师上父 而被守奉于齐地迎丘 建立齐国 以稳定东方 齐国建立以后 吕尚大多时间都是在浩京 辅佐周成王和周康王 他的长子吕吉 也在浩京担任虎奔之职 统领着王公卫书部队 周成王时 管书菜书霍书三间之乱 怀疑徐疑 因东武侯起兵返周 吕尚和儿子吕吉 辅助周公弹 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 第二次为周朝安定 立下了赫赫战功 因此周成王 命其东至海 西至河 南至木陵 北至吴帝 武侯九伯 时德征之 其国由此获得征伐之权 成为诸侯之中的大国 公元前1015年 江子牙去世 他的儿子吕吉继位 视为齐丁公 齐丁公继续辅佐周康王 成为仅次于首府昭公室的赐府 并掌管周王朝的精锐部队 三千虎奔 保卫封稿 齐丁公在成王 康王 昭王 三朝 均为重臣 和他的父亲一样 为周王室立下了汉马功劳 申得天子赏识 齐丁公去世后 本该由儿子吕吉继承王位 但吕吉却将王军之位 让给了自己的同母帝吕德 自己则和哥哥吕恒一起 继续留在周王室 辅佐周穆王 并被周穆王分为太父 位列三公 公元前975年 齐丁公吕德继位 他与吕吉 吕恒 贡秦王室 使得齐国在诸侯中的地位 更加崇高 吕德死后 儿子吕斯姆 成为齐国第四代国君 视为齐轨公 到了这一时期 齐国经过三代君主的耕耘 已经在齐地站稳脚跟 但齐国的迅速发展 却遭到当地土著的嫉妒 与齐国接壤祭国 是商代旧国 位于齐国以东 来国以北 疆域不亚于齐 两国都城 相聚不过百里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等到齐轨公的儿子 齐哀公继位时 两国积累已久的矛盾 终于爆发了 公元前878年 纪侯向周天子敬谗言 说齐哀公私自祭天 有谋反之意 于是便发生了 震惊天下的周蓬齐哀公 周天子当着众诸侯的面 把齐哀公扔到顶里 活活煮死了 周蓬齐哀公后 不仅与齐继两国 结下世仇 齐国也陷入了长达 几十年的内部权力纷争 经历胡宫 宪宫 武宫 立宫 文宫 齐国都城也一再变迁 致使齐国力大衰 直至公元前731年 齐齐公吕陆府继位 吕陆府是个狠人 他是春秋时期的外交天才 在位期间多次主持多国会盟 还经常亲自去找一些国家结盟 并且喜欢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出兵 使得齐国影响力越来越大 最终成为春秋时期 最早称霸的三位霸主之一 和郑庄公楚武王 共称为春秋三小霸 公元前698年 西宫之子齐湘公 吕诸儿继位后 齐国国力更强 吕诸儿是个有才华 重情义 但是心狠手辣的人 他一生信奉权力至上 迷信无力 他不仅和自己 已经嫁给鲁桓公的妹妹私通 甚至在鲁桓公指责他时 公然将其杀死 随后又在诸侯盟会上 杀死郑国国君 还出兵攻打魏国 帮助魏惠公恢复军位 风头一时无二 在齐国的强大压力下 忌国开始出现内乱 公元前690年 齐国出兵攻破忌国都城 吞并忌国 齐济九世之仇 终于得报 两年后 齐国又于鲁国讨伐成国 成国详齐 同年大臣连称管制副 串通齐齐公的侄子 公孙无知 发动叛乱 士军篡位 信奉兵戈的齐乡公 又死于兵戈之下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 得位不正的公孙无知 又被大夫雍临杀死 逃到举国的公子小白 和在鲁国的公子鲁文训 火速回国 争夺军位 公子鲁派管仲 与中途截杀公子小白 但被小白倒地装死 蒙混过关 最终公子小白 在豹树牙的护送下 先到一步 公元前685年 公子小白 成功即位 视为齐桓公 齐桓公 雄才大略 他不计前嫌 任用管仲为相 并尊之为重负 放手让他进行 内政管理和政治改革 又实行军政合一 兵民合一的制度 使得齐国逐渐强盛 公元前681年 齐桓公首开 以诸侯身份 主持天下会盟的记录 在北姓召集宋 陈 蔡 朱四国 诸侯会盟 史称北姓之会 当时 周王室微弱无力 各诸侯又苦于 荣敌等部落的攻击 于是齐桓公 打出尊王攘仪的旗号 九和诸侯 北极山戎 南法楚国 又在周会王去世后 拥立周霄王即位 自此齐桓公 带周天子号令诸侯 齐国霸业达到巅峰 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 第一个霸主 但齐桓公晚年昏庸 重用宁臣 易牙 树雕等人 当贤臣 管仲 豹树牙 香气去世后 齐国开始走下坡路 公元前六百四十三年 齐桓公病死 诸子征位 齐国一片混乱 直至公元前六百零八年 齐惠公即位 一连串的征位方才结束 齐国的霸业 也到此为止 只能依附于 晋国和楚国的争霸 公元前五百九十九年 齐惠公的儿子 齐清公即位后 竟把晋国也给得罪了 他因为嘲笑 晋国大臣戏克 而差点惨遭灭国 最后被晋国打得 直到交出了自己的儿子 到晋国做人质 晋国方才罢休 而到了齐陵宫时 又被晋国 率领鲁 宋 魏 正 等十二家小国攻打 公元前五百五十五年 齐陵宫亲自率师御敌 在平音被联军大败 从此一蹶不振 平音大败的第二年 齐陵宫去世 大幅崔柱 拥立太子光即位 视为齐庄公 但齐庄公 却对崔柱恩将仇报 不但公然 染指他的妻子 还经常侮辱性的 把崔柱的帽子 赏赐给别人 崔柱因此怀恨在心 趁二人偷情时 将齐庄公杀死 公元前五百四十七年 崔柱拥立齐庄公的 一亩地 处就为国君 视为齐景公 而崔柱自己出任宰相 齐景公是一个 既通治国之道 又贪图享乐的君主 他在位五十八年 是齐国历史上 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 他任用燕英 贤章等贤臣 治理国家 从而使齐国 在短短的几年间 由乱入治 不但做了晋国的小弟鲁国 还联合正国卫国 结成了反晋同盟 甚至还攻占了 晋国的战略要地 依依 压制了多年的齐国 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 但他临终前 费掌利诱 给吕氏齐国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公元前四百九十年 齐景公去世 宰相高兆子和国会子 按照他的遗命 拥立安儒子继位 但田起却想力 和他关系更好的 公子杨生为国君 于是田起发动宫廷政变 攻杀国高二相 誓杀安儒子 迎立公子杨生为君 视为齐道公 齐道公继位后 田起担任国相 专善齐国朝政 田起死后 齐子田长 承袭相位 也承袭了他的作风 先后杀掉了 不听话的齐道公 齐剑公 拥立剑公弟弟 公子奥为国君 视为齐平公 田长给自己的封仪 甚至比齐平公的直辖地区还要大 自此以后 田衡独揽齐国大权 晋诸 报宴诸族 田氏家族 专权于齐平公 宣公 康公三代 史称田长取齐 庄子曾指 田衡为诸侯大道 也是后世 也是后世经常引用之成语 窃沟者诸 窃国者侯的由来 公元前391年 田长的曾孙田和 将吕氏齐国的最后一任君主 齐康公 放逐于海上 自立为齐君 不久 周安王 丰田 合为齐侯 齐国吕氏 为田氏取代 史称田氏代齐 公元前379年 已经潦倒到 挖洞违造的齐康公去世 江太公至此绝世 当中国历史 迈入到战国时代时 齐国已经变成田氏齐国了 公元前357年 田齐的第四位国王 齐威王登场了 他不仅手下人才积极 而且还为他们贡献了 超多的历史典故 文有 讽齐王纳建的丞相邹记 为他改革政治 广开沿路 无有赛马的大将军田记 还有身残至尖的兵法大师孙并 齐国在这些能臣的辅佐之下 逐渐开始恢复往日荣光 公元前353年 齐国为了援救赵国 与魏国发生了桂陵之战 孙并一招 唯唯救赵 大败魏军 又在马陵道击杀魏国大将旁军 彻底打掉了魏国的嚣张气焰 几年之后 魏惠王率领韩国和一些小国 到徐州朝见齐威王 尊齐威王为王 齐威王不敢独自称王 于是也承认魏的王号 史称徐州相王 在此之后 各国纷纷僭阅称王 各国君王的称号 也都从公变成了王 周王的权威荡然无存 公元前314年 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 干了一件大事 他趁燕国发生内乱 发兵攻燕 只用50天时间就攻破燕都城祭 毁齐宗庙 牵齐重器 燕王快自意身亡 燕几乎亡国 后来秦赵联合 重兵攻起 齐国才被迫撤兵 但此事却为齐国的衰落 埋下了伏笔 齐国在经历了威王 宣王 敏王的三代发展下 富甲一方 和秦国逐渐形成 并立之势 公元前288年 秦国为了打击 阻碍他东晋的赵国 便前使到齐 相约齐敏王 共同称帝 秦为西帝 齐为东帝 想联合五国一起攻赵 齐敏王本想答应 但在苏代的力劝之下 最终放弃 公元前286年 齐敏王吞并了处于四战之地的宋国 对周边各国造成严重威胁 燕昭王趁机联络秦 赵 魏楚四国 组成攻旗联盟 联军在大将越议的率领下 连下齐国73成 燕国大仇得报 齐国从此再也无力 与秦国抗衡 公元前284年 齐敏王去世 齐香王即位 他在大将田丹的帮助下 将之前失掉的国土全部收复 虽然复国 但元气大伤的齐国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国 逐一灭掉 韩 赵 魏 楚 燕等五国 公元前221年 齐王健听从国相后生的建议 投降秦国后 被秦王正活活饿死 齐国灭亡 所有人能复杂